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称他叫曾文公 他写了日记 他在这个日记里面怎么样来课图就是来教育他的孩子 我们知道曾国藩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是汉人的大神当中非常重要的 他作为一个清朝末年的汉人大官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特别我们可以知道最后有这个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之乱就是洪秀泉 他自家非常的严谨 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 就是言行非常的谨慎 尤其他对他孩子的教育是非常有名 所以曾国藩的全书 这里面有很多对他子孙 乃至对这个国家的一些看法 通常在中国的历代当中一个人被他往生之后叫做嗜好 就是说给他的一些名号叫做文公的 都是在文章点线或是这个人为人或是对国家的贡献很大的 叫做文公的像欧阳修 像韩玉 甚至好像苏东坡这些人 所以他会被称为曾文公是有他的原因的 那我们来看这篇文章里面 他讲了一些什么呢 他说古今亿万年 无有穷极 其实到了明清之后 那些文章在赏文方面 已经跟隋唐 唐宋的文章 已经越来越去像白话文 甚至你会在朱熙的文章里面 看到很像我们现代的白话文的口气 所以这个应该读起来不是非常的困难 虽然这样 我们还是跟各位顺一下 说文 萧文解义一项的 他说古今亿万年 无有穷极 人生期间 数十函数 锦 须一耳 说自从人类在古人当然不知道 有现代的这种物理学的观念 说盘古开天以来 从有天地以来 已经经过了上亿 亿万年 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穷尽 但我们现在有什么侏罗 侏罗纪啊什么纪的 他说找不到宇宙的开始 无有穷极 人呢 人生期间 人在这个无穷无尽的时空大化 大化之行当中 人不过是非常短的 数十函数 那么如果跟宇宙的时间来比起来 在世界的这世间的时间比起来 人是非常像虚 虚就是说时间非常的短处 这是尽管从时间的概念 时间的概念呢 人在时间的那个流行当中 是非常的短的 所以人是不能够骄傲的 人生活期间应该是非常的谦虚 数十函数 所以你说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 说祝贺皇上叫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岁还是会死亡 所以其实人比这个龟啊乌龟啊 甚至有些植物啊 是更 生命是更短浅的 像在北京的坛泽寺 北京的借台寺 动不动 银杏一棵树可以三千多年的 树都比你活得更长命 像阿里山的神木两三千年 所以人真的在这个世间说 哎呀我们是什么万物之灵 真的要懂得谦虚 乌龟都比你长寿 那刚刚说古说有一个人叫彭祖 他已经活得很长了 叫做彭祖八百岁 说彭祖活到八百多 那八百多还是有极限的 所以在佛教讲这个寿命啊 说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不够的 所以要叫无量寿 听说有一个将军 他活到九十八岁的时候啊 林森将军吧 活到九十八岁呢 他的部署帮他祝贺 说祝将军长命百岁 他整个脸都滤掉了 活到九十八了 祝我长命百岁 那不是两年就要死了吗 所以有时我们说长命百岁 这个百岁是一个很长的意思 但是真的在现实九十八岁的 你千万不能祝他 只是长命百岁 所以用佛教讲最好 叫无量寿 像欧弥陀一样的无量的寿命 无量寿还不仅 生命的不仅长度 还要有密度 还要有广度 还要有深度 还要看你有没有纯净度 就你活得很窝囊 活得很辛苦 活得孤苦无依的 所以不是这样 他正好就说告诉他的子弟 说人的寿命其实是很长 很短暂的 那在这么短暂的生命当中 你应该做什么事呢 他第二个批说大地数万里 这大地整个世间是如此的宽大 不可济济 没有办法找到它的极限 它的边在哪里 人 人与其中 请触游席 皱紧一视耳 夜紧一踏耳 说这个世间是如此的宽大广大 人在这个世间 地球当中生活期间 晚上睡觉的 白天游玩的 多长呢 多大呢 他说白天只不过是一个房子 所以有的房子更小啊 二十几平啊 十几平啊 五六平啊 那更小 他说不管你怎么样 你白天只不过是在一个 一个房子里面活动 晚上呢 睡觉也不过是一个床榻 所以禅师里面有讲嘛 良田万寝 日食几何 华夏千栋 夜棉八尺 所以一个人很有钱 他非常有很多的田产 日食几何啊 良田万寝 古说当以农利业 你有很多的田产 那你能吃有多少 不过是一碗饭 一个人肚子再大 能吃多少东西 一个人有好多的豪宅 从台北到高雄 哇 我地保了哪里的 我们讲不出来的地方的 好多的房子 美国也有 日本也有 很多都这样啊 在世界各地自产的啊 有些大企业家们 夜眠不过八尺 你又不是像佛陀千百亿化身 晚上可以同时分身在世界各地 你的房 豪宅里面住 睡觉 所以夜眠不过那个八尺 你人有多长 好吧 你一百八十公分 床宽一点 长一点 所以高广大床 也不过是 那个榻榻米那么大的 所以人其实呢 人其实应该懂得知足 要满足 没有 人所需要 人所需要的东西 实在不多 所以各位 如果你家里东西 你放在柜子里面 三个月 一年三年都没有用的 它表示都是多余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 人活得越简约 越简单 越没有 越没有包袱 越自在的 所以这篇日记 首先就告诉他的孩子 人的寿命是很短暂的 跟宇宙更古 霓装的宇宙来比 你是真的是水中的一个泡沫而已 是那个须衣 好像哨壮一坦裸 如此的迅速 人活在整个世间 是非常渺小的 人一定要知道这种 每一个人 世间上 要知道自己的极为渺小 极为短暂 那怎么办 他说呢 古人 主要他要讲这边 古人书籍 近人住宿 浩如烟海 所以从古时候 圣人 当然从先行时代 好多的哲学家 思想家 各类的书 古人留下来的书 多不多 非常的多 近代人学的书 多不多 更多 说浩瀚像大海 烟海 烟抓得住吗 抓不住 所以我们说 尤其我们现在 叫做知识爆发的时代 现在更糟糕 上网 所以我常常 个人跟我的学生 有时候讲说 资讯不等于知识 知识也不等于智慧 不等于学问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 浮光烈眼抓这些 每天 花太多的心思 把你的体力 眼力 时间 花在这种 没有办法让你有一个 很完整的 很完整的一种认识 完整的一套体系的东西上面 非常可惜 他说 人生目光之所能击者 不过九牛之一毛儿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天眼通 像有的人 有的人眼睛很厉害 他看 他看一只虫 他可以看出那个 蚂蚁的毛出来的 那我们就觉得哪有可能 所以有的人眼光很好 可以看出那个牛 这头牛的那个一根毫毛 我们所能看到是比较粗大的 粗大的东西 所以人的目光所能看到的 不过是九牛之一 这表示非常微小 所以各位 我们看这个世间在坏 像个房子盖好 其实它开始就在风化作用 我们看不见 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是很明显的 显著明白粗大的 所以就要透过什么呢 科技的 你用显微镜 放大镜 你才能看出原来 里面有很多的细胞 原来东西在腐烂 是如此的 那种结晶是不同的 当没有这些科技辅佐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这是笑话 怎么可能 望远镜 所以人的一个极限 人当然在某些 这些东西是人发明出来的 发现出来的 但是人其实在某些程度来讲 人是有局限性的 那这个当然 曾国文用他那个时代的说法 说 生也有牙 血也无牙 所以一定要挑一些 最迫切的 最重要的 最必须的东西来学习 再来他说 世变万端 美名百途 人生财力 之所能伴者 不过太仓之一利而 这世间呢 这世间的变化莫测 有很多事情不是你能掌控的 我想成功 你没有舞台 我想 我想有一份成就 但是我没有机缘啊 所以不是说你一厢情愿 想怎么样就能了 所以我们说还要一个 自己要去创造 我要去创造姻缘 所以世间呢 是变化末端的 世事纷扰 变化末端 有些事是你没有办法掌控的 美名百途 一个人想成名 想成功 有各种各种的途径 也有各种各种的可能 但是呢 我们能力所及的 人生能力所及的 可以承办的 也不是 也不过是太仓之一数 所以这好像在大海当中的 一个小泡 小水泡 或是整个道 骨仓里面的 一颗 小米粒 太 我们太 太不能的东西太多了 他说你要知道 天地之长 天 天的长 长久 悠久 不是我们的 而无所力者短 我们所经历的实在太短 当宇宙形成的时候 我们只不过是站在后面那个多少年而已 但是我们遇到忧患恨逆来的时候 当少人以待其定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我们碰到一些困难挫折挑战的恨逆来的时候 应该要干嘛 怎么样度过 要稍微的尽量的一个忍耐 然后等到 等到时机来临 以待其定 等到这个定局 知地之大 了解大地的广大 而无所居者小 我们所居住的地方 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很微小的 则欲容容力争夺之境 当退让一首其词 所以 因为我们 天地之大 我们生活在期间 想要碰到困境的时候 要忍耐 碰到光荣的时候 所以宠祝之中 可有光荣利益 争夺的时候 要干嘛 要退 以退为进 所以知雄守词 这是 装 这个老子的话 就是不要抢第一 不要抢风头 就要退到第二线来 我们知道书籍之多 而无所见者寡 则不敢以一德 以一德自喜 世间的学问 世间的 这个 学问太多了 思想太多了 我们所知道 我们所读的 所理解的 只不过那么一点点 就不能沾沾这些 哇 我天下 我是全知全能的态度出现 应该要思 择善而约守之 就要 世间道理那么多 没有办法尽了解 要择善故事 守住善道 守住 守住善行 然后呢 要守好 只事变之多 而无所办者少 则不敢以公民之心 而当思举贤而共度之 也说 这世间的变幻莫测的事情太多 而我们所能成就 所能参与 所能完成的 纵然你有功劳 都不可以骄傲 应该说 这是用信大使 就说 叫做集体创作 要光荣归以佛陀 成就归以大众 所以福如是 则自私自满之间 可见见见属 能够做到 上面这样的认知 上面这样的实践 他说最重要 可以去除 自私 骄傲 自满 所以这样子呢 这些毛病 就可以通通去除 这是 清朝的大臣 曾国凡 对他的子弟 那种尊尊教诲 希望电视前面的大众 你也能够用在家庭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